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们这两天被一个中国的新闻刷屏了 就是在10月9号这一天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活动 叫做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 在此之前外界预期 这次大会上面习近平将发表一个重要的讲话 特别是针对台湾的 现在好了 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的整个讲话 他确实也提到了台湾问题 特别是台独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在各大的媒体上纷纷的被转载 很多人都在复制粘贴这段话 还说这段话在讲的时候 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三次长时间的掌声 那么我们就看看他怎么说的 习近平说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 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 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经常会批评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 这个体制 但是批评归批评 我们还是要有理有据的 摆事实讲道理 我们不是只是骂他们 我们还要证明他们该骂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习近平讲的这段话 为什么错误百出 总共也没多少字的一段话 却有这么多的逻辑谬误 比如说他讲到说这个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 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 我想问的是这个光荣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当然我之前做节目讲过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如何被定义的 这是过去讲过的 我再重复了 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光荣传统 如果从秦始皇大一统开始统一中国了吗 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 看当时的那段历史 你这是赤裸裸的一种侵略战争 侵略一个国家还不够 你要把所有的你够得着的国家都侵略光了 都占领 其实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那么有人就问了什么叫做侵略 什么叫做统一呢 我的定义是说 有的时候在某种情况下 你侵略失败了 就叫做侵略 这是侵略者 但是你侵略成功了 这就变成统一了 秦始皇大一统就是这样子的 你当时是侵略这六个国家 秦王扫六河 杀了这么多人 血流成河 他失败了 他就是虎狼之师 就是我们这些国家联合起来 抵制这样的侵略行为 但是如果他成功了 他成了民族英雄 他成了国家主权的捍卫者 成了统一的先驱了 就实现了大一统 当然后世的帝王肯定会说他好话 肯定找很多的借口 说他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对吧 然后统一这国家之后 然后还要统一渡良恒 对吧 都是专制的皇帝 专制统治者 他肯定是跟秦始皇是心心相惜的 你打下这个基业 能够让我继承 找到了很多的借口 说统一是好的 分裂是不好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先秦时期 是中国文明 思想 文化 各方面都是非常璀璨的 经济的发展 这个技术的创新 也是在那个时代 是全世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对吧 所以说今天 谢谢您讲这个话 他把一种侵略战争 一种帝国主义行径 说成是光荣传统 这本身就是从根上面 这价值观就是扭曲的 然后我们再看 他说台独分裂 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是这个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这个就是把台独给拔高了 实际上 我们要知道 习近平今天的政治地位 他的来源 其实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 这个灌输洗脑 这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民族复兴 而民族复兴的前级条件 就是一定要实现大一统 像在习近平之前的 那几届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们的执政地位的来源 可以是不同的 比如邓小平就是致富光荣 到了后面 这个江泽民 胡锦涛 其实也是延续这条路 不管是三个代表 还是科学发展观 还是这个一步一趋的 韬光养晦的 这个阶段 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发展 很快的阶段 这就是他们的执政合法性 很多人富裕起来了 然后如果是毛泽东时代 虽然不富裕 但是可以搞阶级斗争 然后搞党内大清洗 这个可以做得非常彻底 但是习近平这边 他两个都不沾了 或者说这两个合法性 都在消失 怎么办呢 就想到了一个 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 特色社会主义 当然这就是 所谓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 那么这个中国梦 其一条件就是 你必须要消灭台湾 或者把台湾给吞并 也就是说台湾问题将未来 会成为习近平执政的一个核心问题 他的内政根本就处理不了 我可以这么讲 他的经济肯定是每况愈下 他在什么地方获得能量 获得别人的支持呢 打台湾 当然首先他要继续的去打老虎 继续的去消灭这些政敌 这些异己 才能够真正的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那么这段话讲的就是 台独已经成为了整个 中国共产党 未来的一个最大的敌人 而台独这东西呢 又是一个虚的东西 我之前一直在讲 他没有定义 没有具体的到底什么是台独 今天到底有哪几个人台独 如果说蔡英文是台独的话 不好意思 蔡英文没有宣布台湾独立 他也没有修改宪法 你说他是台独 如果他是台独的话 基本上台湾一半以上 这大多数都是台独 今天习近平把台独这两个字拿出来 当成他最大的一个敌人 实际上他就是把整个台湾人民 当做他的敌人 你以为国民党就不是敌人了吗 只要你国民党不宣传一国两制 不支持一国两制的话 你等于也是台独分子 其实在共产党眼里面 就算是跟中国大陆特别友好的马英九 他也算是个台独 骨子里也是台独 不仅全家都在美国 还有就是你本人曾经说过 什么中国大陆要民主自由了 才统一什么的 这本身就是在阻碍中国的统一 中国民主不民主 自由不自由是你说了算的吗 你一个地方首长 你想怎么着 还想妄议中央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 台独的定义在不停的扩张 不停的改变 现在已经扩展到 只要你承认中华民国 只要你觉得应该维持现状 只要你觉得台湾不应该被中国共产党控制 那你就是台独 我们要明白这个变化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句话 更有意思 他说凡是数典忘祖 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看到这句话 我就想笑出来 为什么 这句话你这么私下里说 没有任何问题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但问题是你是在一个纪念辛亥革命的大会上面讲这句话 那就非常的不合时宜 非常的可笑了 也非常的讽刺 辛亥革命难道不是一群当时的大清臣民 跑到国外去 去这个试图颠覆自己的祖国吗 在大清国的爱国者眼里边 当时的五毛小粉红眼里边 什么孙中山 什么梁启超 你们全都是数典忘祖 你们都是背叛祖国 试图颠覆这个国家政权 按照今天的这个法律 就是三颠罪 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当时是可以直接砍头的 然后辛亥革命造成的什么结果呢 全中国15个省份 宣布独立 这难道不是分裂国家吗 所以他一边讲的说 这些分裂国家的数典忘祖的人 是没有好下场的 是要被历史审判的 但是一边这么说 一边还要纪念他们 还要开大会纪念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后面这句话也是很可笑 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请问辛亥革命 算不算是外来干涉呢 这些搞辛亥革命的人 他们都是哪人呢 要门就是香港的 作为这个反对自己祖国的一个基地 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 过去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今天这个林郑月娥说 香港一直是跟祖国什么新联新之类的 实际上香港根本不是 香港一直是反对这个祖国的 反对这个中央朝廷的 这样的一个反动基地 这才是真正的香港的一个本质 组织广州起义的 就是在香港的新中会 我们看这个辛亥革命本身 它就是外来干涉的一个产物 这个外来干涉除了这些所谓的革命者 跑到全世界各地去筹集资金以外 这里面最大的一个介入者 也是贡献者 就是日本 像日本的宫崎涛天 就给孙中山各种的搭桥牵线 全洋义作为当时的日本首相是大力的支援 还有悬崖社的投山板 这个黑龙会的内田良平 都是为孙中山安全马后 出钱出人出力 后来多次的起义暴动 包括这个武昌起义 大家的这个组织者 就是这个在日本成立的 这个什么共进会 同盟会 还有孙中山的军事顾问 就是日本人 左左目道一 仅仅是美武装集 替孙中山所筹集的经费 革命经费 合成今天的货币 就达到了100亿美元 你想想 今天如果有任何的反共组织 能够拿到100亿美元的资助的话 那什么劲头 对吧 所以今天的共产党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 这么一个外来干涉下的 一个推翻自己祖国的暴动 大家注意这个辛亥革命 它不是一场暴动 它是好几场的起义跟暴动 这些什么新中会 什么这些组织 也有日本的会员 既然你觉得中国的内政 不容外来干涉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纪念这么一个 外来干涉下的辛亥革命呢 所以看到没有 这一段话里边有多少个问题 最后还有两句话 就是说要一定实现中国的 这个完全统一 这段话当然就是给自己打气了 给人民打气了 但是习近平本人讲的是有气无力了 他基本上就是完全在念稿 没有什么情感 他不低头看稿的话 他一句话都说不利落 凡是数点忘祖 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他虽然这是无精打采的 在上边去表演 但是下边看表演的人 就必须要兴奋起来 必须要给足了面子 对吧 所以不光底下鼓掌的 还有这么多在网上的小粉红五毛 这些所谓的中国的爱国者 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了 在这个什么微信的朋友圈 在什么微博 就各种各样的转发评论 说各种各样的振奋人心的话 他们有的可能是在装模作样 有的是真的傻 真的蠢 真的无知 他们完全对这个历史毫无概念 他们只是一味的相信习近平的讲话 这个已经被洗脑了 他脑子已经长期的几十年被格式化了 所以他们就真的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 独立的思维了 共产党讲什么都是对的 习近平讲什么都不能够反对 也不敢反对 也不需要反对 毕竟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 还是人民币更香 但是如果我们是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 那么我看到习近平这段话 就会知道 他又是在给人民打鸡血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他讲这些话 这些话里边也能反映出 未来共产党的一个大致的方针政策 这些政策将直接意味着 就是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和平 会不会被打破的问题 当然也意味着未来十几亿的中国人民 他们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他所谓的中国的完全统一 是肯定实现不了的 我就先不说台湾他现在打不了 没有实力打 也不敢打 就算他真的打了 也不一定打得赢 他打赢了台湾 他也打赢不了日本 打赢不了美国 把这个放在一边 我们光说他是所谓的完全统一 这个完全 本身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这个完全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中华民国的程度 大清国的程度 还是大明帝国的程度 还是蒙古帝国的程度 到了什么成果 什么是代表真正的中国的疆域 我就不说别的 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认为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的 这个黑匣子岛 现在有一半 你是给了俄罗斯 在2004年的时候 中国双方重新刊定了国界 这是过去你觉得这是中国的一部分 现在怎么样 你所谓的寸土必争 难道不是一句空话吗 如果真的寸土必争的话 你怎么会把黑匣子岛的一半 交给了俄国呢 光是这件事情 他就根本说不通 当然你讨论这个事情 肯定要被屏蔽的 肯定要被封号的 就是他不敢让人们去讨论这些问题 如果人们真的去较真的话 去看这个历史事实的话 就会发现 共产党讲这些话 什么寸土必争 完全统一必然统一 这些话都是假的 都是骗人的 都是实现不了的 但是外界也注意到 他这一段话里边 并没有讲所谓的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种话 这些话曾经出现过 到台湾同胞书里边 但这次他没有重新提起 这也说明了 就是他现在可能也比较忌讳 就是他如果这么讲的话 他所面对的整个欧美世界 整个印太战略的压力更加的大 就是他虽然现在出动这么多军机 去骚扰台湾 这本身就是测试美国的底线 并且在为自己备战 但是这种备战的同时 他不想把它升级到 最后自己没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因为还是一句话 他现在没有做好 真正使用武力的准备 所以他这一次的讲话里边 没有提到武力这个词 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 美国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压力 实际上还是有用的 还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最近美国也公布了 在台湾有驻军 正在培训台湾的军人 所以从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只要美国在这个地方 加强它的存在 加强对台湾的协防 包括跟日本 澳大利亚 英国 这些国家都联合起来 那么中国实际上 它出手的概率 或者是可能性 就会能够相对的减少 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护 这个地区的稳定跟和平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